台湾农业发展的出路与方向 从2009十大神农得奖人名单就可以一窥就近 现在我们就从有机栽培、精致农业与创新品牌三大主题 一起来了解2009十大神农得奖人 如何在自己的农业领域出类拔萃、独领风骚 有机栽培 2009十大神农得奖人叶熟盆 在南投县竹山乡致力于生产品质优良、安全的茶制品 率先使用有机茶园栽培技术 从茶苗育种种植开始 98年通过磁心有机认证转型期 推动有机生产不遗余力的叶熟盆 为什么会想要做复杂 而又会提高生产成本的有机农员呢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看到一个报导 发觉到这个报导里面 它就在讲有机的一个栽种 就在讲蔬菜、水果 它不是在说我们做的茶叶 那够快点我们的茶园 泥土都硬邦邦的 我常看一下说可以穿溜冰鞋在田园里面溜冰 可是又据说公公婆婆 他们的管理很传统嘛 我就跟我先讨论啊 那我就去上课 我发觉到说 有机原来它是在 求回来 我小时候在三四十年前的那种管理方式 管理模式 包括现在的所有的一些化学都不要 然后让富裕土地 然后让这个自然生态 生物链不要断结 我发觉到非常好 品牌的背后是一个责任 要有品牌就要有责任 那这样的一个责任归属呢 是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最大的一个管道 那至于说责任是怎样来的 就是要有一个产品的计划 譬如说我希望说我的产品出来 是要什么样的消费者 譬如说我是买全都没工程的人 还是买一般家庭用的 还是要做一个比较高级人士的饮用茶 那这个品牌的定位 我觉得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做的 普通都比较不费了 比较不像一般去业家很有钱 要拆下很大的资金做广告是不可能 所以说我们的信用的保证 计划的稳定 还有我们的产品的安全 我觉得这是对品牌最重要的 有机栽培是未来的农业发展趋势 拥有高学历的2009十大神农得奖人 赖兆炫 在花莲县复礼乡 筹组了全台最大的有机米产销班 导入生产履历资讯系统 自创的银川米品牌 是台湾第一家拥有身份证的道理 过去在上班的时候 一直很嚮往有自然的一个生活 很喜欢自然的环境 老爸是务农的 也经常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要回来 我常常建议他去停人 站十分钟 因为这大自然的力量 道香铺浪会让你想回来 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想要一个事业 然后这个事业跟自然是要有牵扯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自然 第三个我认为有机是一个歧视 因为我听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很惊讶 很惊讶 就好像一道闪电闪过的那种概念 所以我认为我非常喜欢有机 这样的一个产品概念 所以我就回来 其实过去云川在有机这个领域 在栽培的时候 刚开始我们重视栽培技术的一个寻找 可是到最近四五年 我们发觉有机栽培真正的价值 不是在于栽培技术的寻找 而是在于栽培观念的改变 有机栽培强调安全 也需要导入永续经营的经营理念 在台南县任德乡 经营巨农有机农场的 2009十大神农得奖人李维玉 就是以安全永续的经营理念 创立了顺其自然有机蔬果品牌 有机农业其实它是